这样的对抗会成为这场比赛的焦点吗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2023赛季中超联赛 第七轮上海深化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 这次马来来的投球顶到了 但是没有能够发声力 低高的呢 就是这场比赛无法出场的蒋生龙 维士豪打一脚远射 这一脚远射打得还是比较突然的 当然球速呢并不是特别快 给了马阵判断的时间 但是维士豪的上场 确实能够给武汉三镇队的左边路进攻 带来更多的活力 约翰超在第四和第五轮 两场比赛当中的连续两轮都有进球 先看这个球打到了禁区里 倒三角这边没有人 进攻队员倒地 看看裁判的判法 刘雨明呢是示意自己没有犯规 但是主打犯似乎是判罚了 再来看一下艾迪 在两个人即将接触的这一瞬间 刘雨明可能认为自己呢 并没有主动地去做动作 看看这一次面对特歇拉怎么样 大门刘天作这一次判断对了方向 但是特歇拉的大门角度极其刁钻一个贴地球 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死角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第24分钟 1比0上海山花队取得了领先 这个进球呢虽然是通过点球打进的 但应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啊 上海山花队不断地从左路 给武汉三阵队的右侧防守呢 去施加压力 这一下刘天作的指尖轻轻地碰到了皮球啊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挡在门线之外 斜长船找到了高准一 但高准一在这一侧 由于他是右脚型的球员 所以他没有办法沿着边路 先看这个球进区内的大门 这是上海山花队的解围 出现的一次失误 由邓韩文在第48分钟将球打进 在上半场比赛的升停补时阶段 把比分给搬成了1比1平 这个机会来的有一点突然 但是邓韩文插上他的这个位置啊 找得非常的出色 之前我们正在说呢 高准一他可能没有办法 像一个左边后卫一样 直接下地的左脚船中 所以这一次他拉回来之后的右脚船 邓韩文先是争抢这第一下 虽然没有能够顶到 可能对于防守球员 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防守的 金阳阳形成了一些视觉上的干扰 这也使得金阳阳在身后解围的时候 也没有能够顶到 结果这个球下来之后呢 又回到了邓韩文的跟前 邓韩文的第二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球特杰拉给的相当的聪明 于汉抽 马来来两个人一个交错 跑外于汉抽的大门都远脚 被人远走扑出来 球权还在山华队这边 进区内再打球打高了 山华队的这波快速的反击 打得相当有威胁 从特杰拉开始到特杰拉终结 而中间于汉超跟马来来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交叉跑位 也是能够体现得出来 他们在这一瞬间 在封线过程当中 配合过程当中的默契 其实最开始这个球 能够传到于汉超的脚下 也是由于马来来向前去做斜插 把刘一鸣带离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让于汉超拿到了 向前去做推进的空间 但是刘一鸣回来防守 归位的速度很快 这样的话挡住了于汉超 正面的路线 于汉超这叫打门打圆脚 其实射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替补上来的 严丁浩 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的 穿透了防守队员 穿过了两名防守队员 打到了禁区里 但是这个球 阿奇兹在对方的多重人员干扰下 没有办法完成最终的射门 所以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武汉三阵队还有很多的 手里还有很多的牌 可以去打 可以去做出调整 自己拿球还可以继续向前去做推进 打一脚远射 中间被拦下来 外边还有机会再打一脚 这个位置正好是在马阵 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球打的是比较正的 有点多 在招呼着自己的队友 集体压上 看来是想通过自己的长船 再完成一次进攻 但是这个球刚一开出来 主台半呢 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呢 双方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上海生花队 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主场不败 但是这是他们主场的三连胜势头 就戛然而止了 而武汉三阵队呢 依旧保持着他们的客场不败 在客场的成绩变成了两胜两平 可能一比一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呢 都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因为他们其实都有拿下 这场比赛的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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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